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频道 今天会为大家介绍一场欧联的赛事 匈牙利的废倫斯华路士 主场对莫迪的第二回合赛事 足智彩开盘方面 主队的废倫斯华路士要小让评判 我自己是看好主队废倫斯华路士 近迹方面 废倫斯华路士可以说是非常好 近八场赛事六胜两和 可以说球员状态去到巅峰 上场作客打和3比3莫迪 拿着三个作客入球优位 可想而知优势非常明显 提多一次大家 这一队不是三四线的匈牙利球 这一队可以作客赢到 苏超班伯·赛路迪的匈牙利球队 而赛路迪是可以接近年年打入 欧联分组赛的球队 可想而知废倫斯华路士实力有差不多 相反 挪威班伯·莫迪近方就差了 近五场赛事 取得两和三负比较差的成绩 再加上上次主场 塞了三个作客入球 可想而知打法会非常被动 0比0都要出局 所以变相局攻 再加上 由20号到明天29号 9天要打4场球 可想而知 球员的体力消耗是很大的 再加上今次要飞去匈牙利 可以说是体力更加消耗得严重 无论球员状态 近绩都比较差的莫迪 再加上 作客失了三个入球优惠 所以 我是会选择主队的废伦斯华路士的 投注方面比较简单 简单一注 主队性 让球 让小让评判的废伦斯华路士 预祝大家波运亨通 记住 赌波无必胜 小注可移情 祝大家好运 如果喜欢这条片 又或者给到灵感你的话 请记得订阅我频道 按赞和分享 多谢大家支持